捷運站密集分布雙北各縣市 不管是上下班還是出去玩 雙北人離不開捷運 近年疫情和運動風潮興起 許多人比起外食更愛自己煮 這時候如果家附近有超市 那是一大小確幸 像我現在人呢 就在捷運三重站的二號出口 假設我今天剛下班 想要去買個菜 那其實我只要過馬路到對面 就有全聯了 像這樣通行才買一條龍 其實受到很多 上班族喜愛 而觀察近一年捷運三重站 附近房市成交狀況 平均每坪交易價約五十二點二萬元 其他還有像是臺北橋 亞東醫院 新店等捷運站 同樣進超市房價又在五字頭 比較實惠 不過如果想擁有臺北市門牌 卻又預算有限 專家建議有這些選擇 在臺北市呢 捷運新北頭站 景美站 以及文德站 在捷運站點一百公尺之內呢 就有生鮮的一個超市 那房價的部分呢也相對是比較親民的 新北頭生活圈洞具大 綠地覆蓋率高又有溫泉 步調相較市中心慢一點 而從新北頭到臺北市交通只要二十分鐘 近一年附近房子平均成交單價落在五字頭 房價甚至比許多新北縣市站點還要低 專家認為CP值高 那再加上臨近臺北市的一個知名的貴族學校 所以具有房價的部分具有一定的一個保值性 現代人工作壓力大 更想要住得舒適 交通與生活機能都要兼顧 以成都市人購物險學 小力選城市就李嘉倩 新北台北報導